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你说啊 大卫这孩子最近表现不错呀 不但能配合工作 而且还主动地参加公司改制的会议 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没想到他进步还挺快的 要是这样我就不用再操心了 是啊 你为大卫啊 牺牲的太多了 其实你说有我在 用得着你操这么多心吗 大卫这孩子懂事了 我相信他肯定能行 倒是你啊 美国的那些事情可别耽误了 好吧 既然大卫能够翻人醒悟 那我也就放心了 这样吧 看看这边要是没有别的事情 我就可以考虑回去了 不急不急 多住些日子 没什么了不起的 如果你美国那边有事啊 我马上就安排他们给你去买票 华姐 真不好意思 这两天身体不太舒服 又起晚了 维静 你太客气了 这些天我给你们添了麻烦 没见 你也辛苦了 那老孙 那你就让他们给我订票吧 没问题 没有你 你不再吃点了 不吃了 你们吃吧 我也去收拾一下 那快吃吧 嗯 六勇 哎呀 肯定是吃什么吃坏了 我去看看你 你怎么还闷闷不乐呢 你看咱们现在多好啊 啊 你看咱们俩的孩子 一天天着照成长 安华呢 眼看就要走了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你认为 安华会走吗 他都让我订票了 这不你都在这儿听着呢吗 哎呀 也是 安华这个人 有时候确实尖酸刻骨 严谨了一趟 可也没你想得那么糟糕 你啊 这是产前烦躁综合症 自从安华住进来 我就像夏人一样 每天看他脸色行事 这万一孩子的事情 要是让他知道了 他肯定会认为 我是为了分你们孙家的财产而使得计谋 哎呀 这是什么话呀 啊 这儿的女主人叫韩美静 这可是板上钉钉的事 我告诉你啊 这次咱们俩 一定要拿出东道主的精神来 高高兴兴的 开开心心的把他送走 这样啊 从今天开始 公司的事情啊 你就先不要管了 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安心养胎 这样啊 你去找你的闺蜜 出去玩玩 散散心 想上哪儿上哪儿去 想买什么买什么 想怎么花钱怎么花钱 就是一句话啊 只要你高兴 好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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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混这儿来了 真以为自己是 中国传媒最高学府的 高材生啊 既然知道这是最高学府 就注意一下你的措辞 怎么能叫混呢 我这叫来激发 来感悟 懂不懂 人生灰暗 前途迷茫 道路狭窄的时候 就要失去行动的动力 和决心的时候 我都会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 我就能获得灵感和决心 这里呢 不仅仅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 在这里坐上一天 一分钱都不用花 说吧 那找我什么事 我心情不好 找你聊聊天 有什么话直说吧 我觉得我爸简直就是不可理喻 我恨我自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 他让我失去了自由跟理想 我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成就感 也让我成为了别人眼里的废物 不是怎么回事 几个意思 你前途凭着自己的本事 在这个社会上闯到 他凭什么横加干涉啊 他以为他自己是上帝 非得他施舍别人才能生活 你这是在替我伸张正义吗 别臭美了 跟你才没关系呢 我就是生气 别去啊 我 我 我这个 这个铁打的脸皮同住的身 你爸这 你甭想伤我一根好龙 这话说不来了 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都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都要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你就说我吧 我就是要弄清楚自己在社会当中的地位 降低自己的身段和心理预期 牢牢地抓住自己人生的正确方向 在声色犬马的大环境之中 不迷失 不妥协 不放弃 一句话 成功是属于有准备的人 是属于最后倒下的人 懂了吗 来来来来 在大地传媒这么苛刻的要求之下 我对幸福终点站做出的改版计划 我曾经又何尝没有独立奋斗的梦想 成为一个大艺术家 大律师 女强人 有一所自己的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和自己的亲人爱人一起环游世界 可现实是 我连独立生活的权利都没有 行啊 有感慨的人必定渴望幸福 来 采访一下 你说作为一个电视观众 最喜欢什么样形式的节目呢 给点建议和意见 我想想啊 其实像幸福终点站这样的节目特别多 你首先得跳出啊 什么谁家的小姨子跟嫂子又吵架了 谁家的婆婆又把媳妇给赶出去了 一点创意都没有 这么说吧 你这应该定位于一档 专门以讨论幸福为主的话题来接 有故事 有人物 反正我觉得 你们电视工作者就是应该 充满创造性和有自由度 这工作可不能重复 重复了就等于自取灭亡 买你 我去 太专业了吧 你这简直就是业内人士啊 那当然了 如果是我来做这档节目 我一定是在借鉴其他节目的 优点的同时 创造出自己的心意 此此抓住幸福这个主题 专注攻心 就好比 现在 我一定要冲破牢笼去做自己 活出自己的精彩 有见底 我才拿了 一会儿我就去大地提案件 鉴于 你今天给我提了很宝贵的意见 一会儿这顿饭呢 咱们 就不AA了 我请你学校试探 行啊你 饭卡都有 走 你请我吃饭 我请你坐车 一会儿我送你去大地川媒体案 一样没定 走 你吃 干吗 走 快走 走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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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之坦然 失之淡然 顺其自然 争其必然 放心吧 加油 我走了 部长 你又去哪了 这周的报表还等着你审查签字呢 我今天有点私事要办 这报表你要看着没问题 你直接签了送了就完了 又让我帮你签 出了问题我可吃不了兜着走 你怎么总有私事要办 乌鸦嘴 有什么问题可出的 我可跟你说 今天我是替你姐夫和他 他们家里办事 就让我说的办 听话 拜拜 小白 你给我听清楚了 这件事情不惜一切大家 我都要弄明白 那个老门在哪开中介 他老婆在哪卖猪肉 你都给我弄明白了 那我不管 我要的是结果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呢 那什么 我先不跟你说了 老婆工作了 妈 你怎么突然出现在这了 来也不打成招呼 懂了 给我来个突然袭击 那老佛爷突击的战果如何呢 从今天面貌来看还比较不错 今天你爸也夸奖你了 妈也替你高兴 但是不能教我自满啊 妈希望在走之前可以看到你啊 独挡一面 那必须的必 只要你儿子我下定决心想做的事情 必须全力以赴 好 对了 大伟啊 你最近上班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你和阿姨有什么变化 或者是你爸爸 没有 对了 他们最近开会开得特别多 只要我去找我爸 他就坐在那儿跟郭院长开会呢 估计要进成新项目吧 郭院长 什么事情非要你爸亲自跟着开会啊 不是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我怀疑你韩阿姨怀孕了 不是 他怀孕了干嘛不让我们知道啊 你觉得呢 咱们家家产 他要是真的怀孕了 咱们家的家产 那就多了一个人和你分 虽然我跟你爸分手之后有过协议 在京的所有资产 在未来啊都在你的名下 但是难就难在家贼难防啊 不是 妈 您是说 我爸现在知道韩阿姨怀孕了 若不是 家庭财产引起纠纷 那干嘛他们偷偷摸摸的呀 大伟 你先留心观察他们的动静 但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必须先搞清楚 这事是不是真的 嗯 我知道了 姐 你可真是误会我了 我跟你一样 我也特别痛恨那种始乱终起 背信弃义的男人 我要是你 就那对狗男女 脱光了 扔大肩上游行去 这还不算什么 那女的不是有个漂亮脸蛋吗 脸上涂满蜂蜜 让马蜂去折他 折到毁容为止 我让你再去勾引有负之夫 让他们不得好死 我错了 死都不能痛快地死 看着刀了没 一刀一刀地刮死他们 得慢慢地刮 十大酷刑听说过了 腰斩 车裂 巨舞型 凌迟一手烹煮 一样一样地上 让他们不得好死 妹妹 你可比我狠 我是挺狠的 可又能怎么样呢 姐 我知道你现在还在气头上呢 可是你有想过门童吗 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生活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里 对他的成长有多大的伤害吗 报纸上报道那些未成年的孩子犯罪 看见过没 他们大多数是生活在不完整的家庭 没有得到父母的温暖和关爱 他们不是偷就而抢 甚至去杀人放火 难道你希望你的孩子 今后也走到那样的道路吗 不瞒你说 打小我就生活在一个没有母亲的家庭 从小到大我没吃过一点苦 但是我心里特别能理解失去亲人的痛苦 你知道的 我跟那个前途是假结婚 我为什么要跟他假结婚啊 我一不缺钱 二不缺人 我还年轻漂亮 我为的不就是给肚子里的孩子 找一个名胜名顺的爹 我真是不希望 我这孩子一出生 就受到别人的歧视 可是 可是我一想起那两个狗男女在一起 我就从心里头我恶意我难受 我现在是为我儿子活着呢 谁说不是呢 可是姐 这样一句话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 很多事 不是因为他难做你才失去信心 是你先失去信心了 他才变得难做了 哪怕是犯人呢 都会给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 咱不能一棍子把门洞大哥给打死 你好歹给他个机会认个错呗 不瞒你说 我来找你之前 我已经联系过他了 他表示 愿意坐下来 掏心窝地跟您好好地和谈 他说他愿意跟我和谈 这个门大哥 这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 嫂子我给你带来了 接下来怎么做 得看你自己了是不是 这个 其实吧 怎么说 我错了 我错了 别急 你听我说 说完行吗 我这臭德气 我怎么就那么爱嘚瑟 你说我好好上个班吧 我嘚瑟什么呀 那我又一会儿来个段子吧 我一会儿我哼个歌 我让人觉得我多有才华 怎么着了似的 我让人就扑我 这一扑呢 他就把我给扑倒了 其实无量妹子 我也是一受害者呀 你放屁 你什么德性我不知道啊 你看见漂亮女的 你这个嘚瑟呀 嘚瑟呀 害人家扑你 你都愁死我了 真的 这次真的是她先扑的我 我对天发誓 如果我说一句谎话 哪一雷把我扑死 我真的怕雷把你给扑死 还人家扑你 扑你啥呀 不就扑你兜里那俩臭钱吗 大姐 大哥 咱都别激动了 这咱们今天是为了孩子 坐下来和谈的 这要谁再救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那就是谁的不对了 是吧 妹子 我可跟你说 我要是不可怜我那儿子 我多看他一眼我都不想看 这俗话说得好 家和万事兴 这有了家庭才能有事业 有了事业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对吧 这今天嫂子都已经坐下来跟你谈了 这还不明显吗 嫂子她已经原谅你了呀 这接下来该怎么办 看你自己了 对对对对 我必须我得端正态度 我好好地检讨我的问题 无聊妹子 你说得太对了 家和万事兴 洪华 咱俩结婚这么多年 你对家那绝对一百亿没得说 我对咱家里也是跑前跑后啊 每天一睁眼 扫地擦装的倒垃圾 买菜做饭刷家伙哪样不是我 你怀着门头那会儿 夜里十点多了啊 告诉我想吃热油条 是谁跑遍了北京城去给你买热油条 是我 等我好容易把热油条买回来了 一进门他改主意说想吃冰激凌 是谁二话不说放下油条 跑出去给你买冰激凌 还是我 咱俩刚认识那会儿 我一百四 你一百二 就结婚这么多年生了孩子 我一百二了 你快两百四了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你心宽体胖日子过得美 这谁的功劳 我 你脾气不好 你脾气不好 我处处随着你 我让着你 那年过年在你们家 当那么多人 你给我来一大杯夸 我从地下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 我说过一句话没有 咱倒腾这个房子 离了六七回婚了吧 但是这次这件事 我脑子里自始至终 我就没闪现过哪怕一丝一毫离婚的念头 为什么 一个字 爱 我爱这家 我爱孩子 我也爱你 我犯了错 你就当我不懂事 我是一吃屎的孩子 我吃了泡屎 你原谅我行不行 那你以后要再犯呢 我怎么可能再犯 您这一怒啊 把我给轰出去了 我已经流落街头了 我现在手里要拿一二呼 面前再放一碗 路过的人能给我往里放钱 你行不行 真的我向你保证你 我从今以后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永不再犯 我好好过日子 不惹你生气 我也不辜负姑娘妹子这一番好意 是啊 妹子 我太感谢你了 你拯救了我一个破碎的家庭 对的 就是那个房子 签字盖章的事 对对对 嫂子尽快给你办了 谢谢嫂子 我得谢谢你 嫂子 大哥 大哥 佳和万世兴 对 佳和万世兴 佳和万世兴 一言难尽呗 这个安华每天在医院里坐镇 嘴上说是监督待位 实际上就是想操控全局 我一方面要忍受她咄咄逼人的账目审查 另一方面 我还要在老孙面前 扮演善良贤淑的女人 我都快疯了 你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 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那得多糟心呢 是啊 虽说美镜在咱们姐妹当中 是最风光的 但是这种日子 要是换成是我 我一天也受不了 现在凭什么 还要看那个女人的脸色呀 这也不能一辈子 就这样忍气吞深的吧 那你说怎么办 现在那安华住在家里 就好比家里隔离定时炸弹 美镜怀孕这事 一旦让她知道了 指不定哪天就爆炸了 那美镜她生孩子 她安华管得着吗 当你安华走的时候 就已经公正了所有财产 都要留给David 如果真的让她知道 怀孕的真相 别说财产 就连孩子都保不住了 就是嘛 所以啊 现在要想结束这一切 就必须稳住那安华 不到孩子出生那一天 什么变故都有可能发生 可是怎么结束啊 这同时住在一个屋檐下 这肚子一天一天的变大 稳得了一时 也瞒不住一室啊 哎 哎 那安华留在家里 不就是为了监管David嘛 那就让美镜 好好帮助David呗 让她快速成长起来 那一切不就值日可待了吗 秦贼先秦王 看来只有拉拢了那个大卫 才能共同打击那个安华 有道理 你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 这些我都知道我要听重点 还不是我说你这人有劲没劲啊 孙代卫 我替你办事你说你跟我急什么急 这么复杂的案情 我还不得慢慢梳理梳理嘛 啊 你是我大爷行吗 你快说 我要听那个门动老门 嗯 这个态度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就根据目前我所掌握的信息吧 这个门动和前途 它还确实有关系 但是呢 这个老门啊 他最近缺钱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 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对不对 接下来的事 就不用我说了吧 你趁机敲诈是不是 我现在要是有钱 我现在要是有自由 我用你干什么 哎 哎不 怎么呢 我一会打给你啊 行行行行 给我装什么装 请进 David 韩总 你忙着呢 对 挺忙 我知道你最近手头紧 这是张无限额消费卡 你留着花吧 别让你爸妈知道 您您这是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但是毕竟我们相处这么多年 我只希望你把工作做好 我只希望你把工作做好 把工作做好 这个 跟这个没什么关系 你留着花吧 好 对了 对了 你妈最近跟你说我什么了吗 我妈 我妈 我妈最近有没有提到 没 没有提到你 对 没有提到你 没什么 我就随便问问 那你先忙吧 我走了 对了 忘了告诉你密码了 密码是你爸爸生日 好的 对了 孙子 你说你要多少钱 开个价吧 对了 对了 咬定青山 无放松 立根源在破盐中 千魔万机 还坚韧 韧儿东西 南北风 爸 好字 好诗啊 你知道这首诗 当然 这是正板桥的竹石 它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写竹子 其实它写的是人 写的就是像爸爸您这种 有着正直坚韧的性格 却永远不会像邪恶的势力低头的高傲风骨 是啊 是啊 你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我我来看看您 您还是生我妈气呢 我们俩离异多年 早就没有了任何瓜葛 谈何起不起 一个人在这儿写写字 读读书 自由自在 这岂不是一件美好的事 我在这里 真的闻到了一股自由自在的气息 还有 还有为了梦想而奋斗过的痕迹 这个地方太有故事了 此话怎讲 爸 不瞒您说 其实我最欣赏前途的 就是他在这个争相拼蝶的时代 仍然坚信着梦想决定命运 知识改变命运 知识地追寻梦想 努力地实现梦想 当然了 在这种拼搏故事的背后 一定有像您这样的父亲 在他背后默默地支持他和教导 所以 我喜欢这个地方 我更愿意来感受这里的气息 说得有道理 有道理啊 像图图这种现代人稀有的品质 当然离不开我对他的教育 一切传奇啊 一切传奇 当他还没有走向成功之时 一定会有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 对他嗤之以鼻 任何新鲜事物的产生啊 总是伴随着人们 对他的误解和猜疑 想当年呢 火车 火车 火车啊 刚被发明的时候 就有人骑着马 嘲笑火车的盘跚 轮船刚被发明的时候 围观的人们就讥笑轮船的迟钝 所以呢 成功总是青睐于那些 敢于第一口吃螃蟹的人 我有点激动啊 我有点激动啊 瞻前顾后 畏手畏脚或许他不会失败 但是他肯定不会成功 爸 我 我第一次看您 你笑 你 你笑起来 太 太喝爱口筋了 如果用GDP和GNP来衡量国富和民富的话 那么其实还应该有一个标准来衡量人们快乐与否 这就是幸福指数 关于幸福这两个字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 比如说一个普通的市民 他会觉得工资再高一些 然后每天晚上加班再少一些 那对于一个职业经理人来说 可能他认为的幸福就是要把自己的公司做成全世界最知名的品牌 你看 所以幸福就是满足 每个人每天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喜怒哀乐 而幸福终点站这个节目就是紧扣住幸福这个主题 淡化了节目的专业性 增强了一些互动性 然后在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上呢 能够让更多的观众参与进来 和我们的嘉宾主持人来探讨一下关于自己的故事 所以说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 也设置了一些观众的互动的一些环节 所以说我认为这样才能够让一档节目有无穷的生命力 好 我今天的阐述完了 谢谢大家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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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途的创意不错 各个环节考虑得也很周全 意见没有 建议倒是有几条 首先我觉得作为一个以幸福为话题的栏目 启用女性主持人会更亲民 你觉得呢 其实主持人就是节目当中的一个话题核心嘛 只要主持人在各方面的能力没有问题 我觉得性别都可以吧 既然你都说可以 那就说明你认同女性主持人 李总 如果这个栏目马上上马 我建议由妍妍担纲主持 其一 妍妍现在手里边的两个栏目 收视率都可以 其二 妍妍的父亲是4A公司的总裁 将来对这款节目的招商和冠名 都会有实际的帮助 所以说我支持妍妍当主持人 刘总监 我现在天天都要应付两档节目的促进 我都快要累死了 李子又是在给我派发任务了 能者多劳嘛 妍妍 你就别推辞了 就这么定了 那既然李总都发话喽 那我自有恭敬不如从命喽 那个 等等 收到你 收到你 这个栏目啊 我 我 我再想想 然后再说 什么意思 帮忙找酒出来的 那不行啊 只是别再说 把 Vidley僭惊 骑草 都是连线 快点了 你就这么跟我走了 就不怕你们家老佛爷 容颜大动 有个小妈替我做掩护的 我也不知道 小妈怎么办 对我特别好 各种讨好我 比我们家那油盐不尽的 老佛爷不知道强多少 赶紧走吧 赶紧走吧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我跟你说 你让我调查那老门 我调查清楚了 这个门洞是北京人 专门做小门买本 前些年发了点财 就开始倒霉房子 现在开了一家 什么房屋中介所 前途就是从他这儿 买的房子 是吗 对啊 赶紧走赶紧 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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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个小区呀 都是南北朝向 护行方正 空气清新 虽然都是小护行呢 但是小随小 麻雀随小 武藏俱全 游泳馆 饭馆 小超市 健身房 应有尽有 往前那边几百米以外 就是地铁站 出门望右一拐 快速公交二号线 往左一拐呢 有一金克龙 往前再开十分钟 就是大卫城 行了 行了 这种房子 我们根本就看不上 你有没有好房源 对不对 就那种贵的 哎呦 喂 没拐 这个直觉该有多么的准 我一看二位 这就不是买小护行的人 咱有啊 富士呢 别拼 连牌 要么干脆二位 我带你们看看读动吧 哎 刚放出了一套好毒洞 绝对住了一辈子的好房子 买房您找老门 算您找对了人 我不是跟您吹啊 咱们大北京 长安街沿线我管不了 二环以外 五环以内 东南 西北 咱们到处有房源 处处是朋友 价格合理 手续齐全 说买房卖房哪家强 山东济南找岚小 来 人来北京找老门 嘿嘿嘿嘿 门走 是吧 对你这房子我不感兴趣 找你呢 是想向你打听两人 打 我是一卖房子 您能跟我打听人 二位 你们是逗我呢吗 咱们丑话说头来啊 不管成与不成 两百块钱看房费 我一定要收的 行 我给你 那行 您问吧 前途跟吴亮 这两个人你认识吧 认识 怎么 他们俩什么关系 哎呀 前途跟吴亮 你说我认识吧 我知道的不多 你说我不认识 关键 我是一个卖房子 他们来买房 我不只是这两百块钱看房费 我们挣的是那个房子的手 你别绕来绕去的行不行 你就说你知道多少 了解多少 一点不了解 不了解是吧 哎呀 我这本蜡箱 多给你打看房费呢 嗯 看来是没什么缘分啊 哎呀 人这个东西啊 有钱花不出去 它也是一种煎熬 哎呀 二位 别走啊 再聊聊 哎呀 二位 别走啊 哎呀 二位 别走啊 我好像又想起点什么了 我便吃了 哎呀 还有不要